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流淌了数千年 最终形成东方文化中 积淀沉重 天下独绝的中国茶道 中国茶道 就是中国万年横横 千秋奔涌的黄河 属于远远流长的黄河文化的重要部分 极大的影响着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 因了厚重的历史 因了整个民族意志 对茶的坚定和爱和认同 茶道 至此深深的凝住于中国文化 中国人性 中国茶道不仅是深沉的 而且是横涌的 如果说 起自于中国茶道 是一种严格尊崇 及其讲究的终极宗教的话 那么中国茶道 应是一种包罗万象 顺乎自然的美丽哲学 因为中国茶道 是和一脉相承的中国历史一起走来的 因此 从哲学美学上 中国茶道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茶道 自炎黄联盟 至春秋战国 自百家真名 至秦皇汉武 自魏晋南北 至宋元明清 以贯制的民族历史 及其重要的乳 士 道 等教派思想 深深的融会在茶文化中 唐代录语茶经中称 茶之为饮 发动神农 传说 神农长百草 日域七十二毒 得茶而解枝 中国是发现与利用茶叶最早的国家 至今 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茶树 原产于中国的西南部 云南等地 至今仍生存着树林 达千年以上的野生大茶树 四川 湖北一带的古代巴蜀地区 据历史记载 是中华茶文化的发祥地 从唐代 宋 元 至明清时期 茶叶生产区域不断扩大 茶文化不断发展 并传播至世界各地 茶 这一古老的饮料 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 做出了积极贡献 云南茶文化 也随着中国茶道的发展 融归了少数民族的神秘 与热情 不论是 逮族的竹筒茶 吉诺族的凉拌茶 白族的三道茶 或是藏族的树油茶 一份份小数民族的茶香 带给人类的 不仅仅是一种艺术 还是一份文化 一种美学 但那份不变的 依然是云南 那飘香数千年的普洱茶 公元前138年 张千初始西域 发现了那条 以普洱茶为基础 绵延数千万公里的茶马古道 自此 普洱茶的历史 又宣开了 他新的篇章 南纵礼时 在续博物之中 有这样一段记载 西藩只用普洱 以自唐朝 西藩 是指居住在 康藏地区的兄弟民族 普洱 既指普洱茶 可见 早在唐代 就有普洱茶的贸易了 清代教学敏 《本草纲目十一》中 这样写道 普洱茶 出云南普洱府 产优乐 戈登 乙邦等六茶山 普洱府 即现在的普洱县 是当时滇南的重镇 周围各地所产茶叶 运至普洱府 集中加工 在运销康藏各地 普洱茶 已因此得名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对喝茶 不再只为了满足捷克 更多的是为了找到那份 喧嚣城市中的宁静 时代的发展 带动了云南旅游市场 昏迷也随之步入了 重点旅游城市的行列 走进云南 齐深于昆明 我们感受到的是 以茶会友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那份独特氛围 会友茶市 以传承云南茶文化为宗旨 在不断的发展中 以形成及茶叶 与文化 为一体的茶文化交流中心 走进会友 您便可以闻到 那股浓浓的茶香 感受普尔茶那份古老文明 在您心底 激起的感动 走进云南 我们感受到的 不仅仅是那份少数民族 带给我们的吃的情 同时也闻到那股浓浓的茶香 提到云南的茶 自然首飞 普尔茶 提到普尔茶 大家会想到 当年那条神秘的茶麻胡道 你会看到 在我的身后 就是一条茶麻胡道 当时的解释 当年那条茶麻胡道 有两条道路出发 一条从云南 一条从四川 在西藏的亚安地区 两条道路进行一个会合 一起出逃到印度 西藏 人等地方 那么当年的话 它是利用云南的茶叶 来交换西藏的 摄香 茅皮 虹草 以及马蹄 人等 其需的东西 那么 大家会头痛 请不吝点赞